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29日,是今天的第一场读报点击节目 新华社是聆听习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懂今天的中国 为什么要发这篇文章呢? 就是因为习近平搞这套名堂,把国家搞得自内外交困,复备受敌 党内呢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国际上呢,习近平的这个更是舆论压点 习近平承受了这方面的压力了,但是习近平不会认账,习近平只能讲 你们没读懂,我告诉你怎么读,就新华社讲到什么习近平9月28号 习近平在国庆74周年招待会上讲话,新华社发表了文章 学习进行史,你看,他玩这个词造,正好是习近平的习,学习进行史 这篇文章是什么呢?原创品牌叫讲习首,你看,就为了八级习近平啊 这个新华社,这个激进吹捧这东西啊,绞尽脑纸啊,玩这些花里胡哨的刺造 讲习近平如何好,如何好啊,其实谁都看到了,习近平把这个国家搞到今天是第一波 这么讲吧,中共建政以来没有过,像他这样是吧 你看,刚退下来的常委,总理啊,李强啊,李克强啊,汪洋 你看,没有影子,一般来讲,退下来以后,第一次搞这种活动啊,一般都肯定出来捧场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人家拒绝不来,还是习近平把他们软禁的,或者干脆就抓了,谁知道不知道 习近平就玩这种人间正法啊,你看,李强,这个,青钢没有了,找不到,找不到 这个,李尚富也找不到,现在你看,李克强,汪洋这几片的事儿,也没有踪迹了 还讲呢,竟然吹捧自己是如何如何的好啊,等等 这些内容我不去重复了啊,都是假大恐,总之啊,就是讲他多么多的好 共产党执政多么好,他领导下多么多的英明,等等 其实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传言呢 这个什么赤浩天,什么这个曾庆红,或者张德江出来批评他 那这些人为了什么,这些人就是为了救党,他可不是为了走向什么民主,对吧 他们也是一党执政一样,因为他们是,现在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事儿 已经不是信心自己的事儿,也不是六小矮的人事儿,也不是九千万党员啊,对吧 这是中国人民的事儿,绑架了中国人民,因为他这个政权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就能动员能力特别强啊,动员能力还是很强的啊,至少从目前看 所以这个现在情况非常稍高,他知道外界,外界舆论滔滔 要解读,重新解读,其实就是用欺骗,这欺骗没有用啊 现在信心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陷入了困境了,他没有别的办法,怎么办呢 他也知道,一场革命即将到来,所以呢,他开始什么呢 就是修正公安系统,这样老百姓,你看,习近平回去勉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再读英列治理 公安大学里面有一批孩子们,他爸爸就是公安干净了,干净了死了 是英工还是什么事儿,反正是有了倒下了,被树为烈士 然后他的孩子特殊待遇,有病考试,他就上大学了 然后又继续他爸爸的工作,继续从事什么,专政工具,抓人,在庭院干的,洗脑洗的啊 这孩子们傻呀 习近平你看对其他的老百姓还不关系,铁链女的关系吗? 你看李文竹和王全Hz的孩子,上课都没办法 不让上学 这个茫茫大革命也没有啊 茫茫犯革命家族的孩子还是要上学的 席习近平啼当年也上学了 后来失学时 整个社会搞运动都失学了 他也失学了 但是并不是光他瞎,对吧 就是你入学以后反正也受到歧视 这确实贺北 超虚烈的,黑有泪 你看他现在也搞这这个名堂 而且他比毛泽东守会狠 连学都不让你上 不光是他呀 还有李和平也是 那小孩你说 小孩你能不让上学 哪一校都不要 有人都经过考试了 都已经基本上录取了 然后不讲原因就辞退了 你说这是什么 习近平搞这套东西 你看着就是 你死我活的一种 一种这个斗争哲学 已经达到了旗帜里面 他竟然写信 勉励中国公安大学孩子的读书 那别的孩子都不读书 所以这个他是典型旺本 他给郭亚搞得今天有成都 这你看了以后 让人特别的心碰 就是你想吧 你包括对于原老刚推险 最起码开国庆招待会 让人出来做做 哪怕反对自己 你证明挺团结的 对不对 你看他现在他不在 所以我认为他将来 他一定会在挑起战争当中被打败 下场就是萨达姆 因为你靠国内这个情况 大家都看到他就通过鼓励公安人员 因为公安要是出的事违纪了违法了 甚至寻思妄法他不管 公安的所有的事都是好的 然后公安的孩子他也秀 就去咱们写一封信 你就可以看他搞得了 明明堂率先也恐慌了 恐慌没有别的 这恶性循环就这样 镇压完人再不满 不满这个 再这样就这样 一直到最后整个社会崩盘 这一天即将到来 随为什么什么张德江 吃好听增添物都说的 相信我现在是真的一定是这样 而且经济上又搞得是一塌糊涂 今天海外媒体有篇文章 讲了一个风向 他说日前中国国内自媒体 盛传一张帖子 据说是陈之武教授演讲的PPT 内容是什么呢 中国现在重回了什么 战备驱动性经济乐视 这个模式特点什么呢 军供卡脖子科技 粮食安全 共销市大食堂低端消费 成为投资发展重点 第二是 如下的一些方面 说再见告别了 包括高端消费 大城市战略 个人滞口等等 确实共同富裕了开始 就在抢钱了 没钱怎么办 莫说私人财产 先从还得开始 所以打拖了 他猪开始 非猪开始 然后宗猪 然后寿猪 最后干脆只要有肉 就欠了 像马云 马法腾快了 许家印已经进去了 就是拘留了 都逃不掉 记住我的话 马上就来临这场运动 可以这样讲 中华民族的浩劫 改革开放的大门 彻底的过来 终结了 然后下一步 他就想学习北韩 然后给儿子分上 但是我认为 他这个路走不通 中国和北韩不一样 所以外界谴责才生了很多 你看今天有第三题 习近平关于尊重保护人权的论书 阿拉伯文 出版 这真是 有一个俗话最通俗的难听 光屁股照镜 钻券丢人 这确实还丢到阿拉伯世界 你整个阿拉伯语 你去看人权那时能掩盖住吗 是不是 这表明他是想和阿拉伯世界这个国家 就属于 去撒钱 打撒币的国家 将来救他 他的战争以赔和美国到世界大战 这习近平是做好打仗的准备了 他知道美国饶不了他 现在这一两天中美的关系 进一步就紧张起来了 对吧 你看 今天是法国安权文章 华日发表的 美国风险咨询公司 一家咨询公司 钩管被中国禁止离心了 你看开始他知道了 就像人质外交 开始互相抓人 抓特 王大安民也是 苏联的船员到大连来 他船员就是开着船 到大连港就把扣着 扣着就压到那个火车站 大连火车站呢 那它是一个 火车站不是一个环形的是吧 它有个小二楼 在那上面那个柴姐站着批斗 它就是个传统员 它啥也不知道 写上苏修特务 倒不倒霉 因为它是苏联的脸 头是黄 挂牌苏修特务 底下好几千里喊口号 我还在底座 那时候咱也不懂啥拉巴基挺年轻的 我记得那时候老爷也活着啊 老爷倒不下来 那个过得苦啊 我觉得其实特勤的 我跟我们老爷那么苦的生活 你说都吃不上饭 然后这个 下一顿都不要饭在哪里吃 还去看喊口号 我跟老爷俩上那个 就是那个 大连火车啊 那广场里 嘿呀呀 确实人喊口号 但是那时候人是发自立心的喊 就是用户 就达到这个苏联特务 现在的人呢 都是两面人呢 你心里谁都明白 你搞得到名堂是 完全是 这个跌覆了过去 这个邓奥兵的政策 对吧 那邓奥兵不管怎么 他们还知道这个 还知道白毛黑毛抓老鼠 好毛 还知道摸着石头过河 那习近平 管他又没有石头 就直接就往河 懂了是吧 不止死活这么一个是吧 这习近平特别鲁莽 搞不好就要挑起战争啊 今天 关于台湾问题 有很大的动作 很大的文章啊 你看台湾 就吴绍兴怎么想 中国知道用武力威胁 影响台湾大学 是心不痛的 他就认为 习近平搞这个台海这个 军级啊 军舰在骚扰 叫大呼吁 来吓唬他们 立刻 为什么要吓唬 逼迫 两千三百万台湾老百姓 不要把票投给雷清德 就这个意思 你看台湾外长吴绍兴 星期四 9月28号表示 中国领导人 迟早在台湾中间 举行军事演习啊 炫耀武力 以干预台湾24年 总统大学选举结果 是心不痛的 就全世界都看了 新习近平不是为了 逃避 是为了什么 统治 他就怕台湾的这种政党轮体 宪政民主 司法独立 来到中国大陆 逃避完了 波兰完了 是吧 所以他搞这个民党 他最在乎这个事 他想让国民党上来 来利用国民党 台湾保守的一国两制 就叫香港 撇回 没门 他还算 吴昭先生就跟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心不痛 因此北京不太可能 明年一月大选 才去行动 确实是这样 大选钱才不会的 大选以后他也未必 他那个本事 但是他用一擦枪走火 走火他就完了 对吧 这是新华社的第三题 第四题 你就是搞阿拉伯文也没用 人家就他的垃圾 垃圾钱财 一来又是没有 不过稿费可以多挣点 习下不在乎这稿费 习下你想核酸检测 是他家的生意 是不是 运势菜也是他家的生意 就是网上讲的消息 你看李强家的财产多少 是吧 王沪宁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他 因为在他领导下 少数民族过了一个别去 特别是新疆维吾尔人都有一见 怎么办呢 就组织了一些团来参观 一贯就这样 这种欺骗吧 就讲了 因为王沪宁现在是 习近平还是比较重用他的 他在搞这么一个名堂 全国少数民族的参观团 来自于全国三十几个省 四四十区生产线的领导 一共一百五十个人 可不是 你把这一百五十户哄好了吧 他走哪里都供吃 这个供吃供喝 是吧 看着都是准备好的 好的那一面 你任何的地方都有好的一面 光彩的一面 光亮的一面 是吧 就像有的人出门的时候 化妆好了的时候 有的男的 上西装领来 整上那个什么 这个一个 这个LV皮带背上 是吧 这个打金表戴上 是吧 你回家以后 你可能就吃完面条 也受不了 是不是 光鞋的一面 这个 讲这个 这一题 那下一题写在什么 历史日到来之前 他就是因为马上要打 有可能打仗 俄乌战争还是进行当中 今天看了一题上 好像讲到 俄乌战争现在有些变化 俄罗斯外长现在释放信号 他打不下去了 习近平到现在 就不敢直白支持他武器 他捉紧见肘了 形势对他不利 所以这个 有可能是普京利用这个 外长拉夫罗夫释放消息 准备停战 停战意思就把克里米亚 什么物动给你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 你乌克兰程度不要加重北约 随时到这个消息 等到下一场再下去讲 因为现在这个形势比较危急 有可能打仗 所以说呢 他就现在需要这些所谓 忽悠这些所谓烈士 你看 写在第十个烈士纪念日到来自己 这又忘了 这是几年前 大家记忆有些 我这节目办了五六年了 记得那时候云南老兵 从云南走到镇江 从镇江一直走到北京 是吧 威权 八街小巷都是那个当兵的 穿的那个军装 啊 这个苹果绿 那种的口号 最后他又不可以解决这个生活问题 他黑到这个城 现在一百八十多大转弯啊 又是什么 朱转军业安置部门 又是这个什么 烈士日 又是殉章 干嘛 又需要你们当炮灰了 是吧 又要再需要什么 像当年骗我爸那样 再骗一批年轻人 晚年他就不管了 说千万不要给共产党胜死 共产党就是这样 他就利用你一个青春期 利用你来打仗 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然后 现在你到了晚年 你自己断壳 烧腿的 是吧 断壳烧腿的 你残疾了 你自己倒 你自己解决 这就是骗 骗了一代 又一代 一直到现在 其实根本台湾这事不用打 选举不久完了 学习台湾 进行大陆现在宣布 如果从现在开始 我们准备学习台湾 也进行民主选举 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国家 作为监督员 欢迎你们来监督 中国可以成立随便的党 魏京生也会竞选的 你有本身就选吧 你随选上谁就上了 王阳选上王阳上了 问题这样一方开 你习近平随选他 你傻了巴基的 你再选别人 也不能选上小学 再当领导人 他三轮演讲都通过不了 是不是 话都讲不去 你就想想吧 他说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他就老想自己想当国人 统治别人 又没啥本事 所以把今天搞到今天程度 现在需要讲 催捧 yes 因为战争有可能来临 他虽然他本身那讲 我这么想大选前才不至于 早上咋的动作 但是一旦士兵 哪个士兵擦枪走火 另外这个 这个 这个 容易出事的地区多位 N个地方 印度边境有可能 朝前半岛有台海南海 多着的 对吧 谁知道 那么你看 新华食品 十年深耕中国自贸区试验田 例会世界 都是吹牛皮 现在外方差点分分撤资 这些不许多讲啊 就写完整 每天都在自己打脸 现在编辑记者们都为了为一个 捧着这个饭板的撒谎 写完以后背后就要开骂了 到了时期他就开始骂了 是吧 因为我过去在这个媒体工作 不知道 我个个都是两面人 其实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你怎么办 你不这样写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房贷拿不了 逢下以后这个 太太 念念叨叨的 是吧 其实啊 你生活维持不了 共产党就考这套东西 为什么 共产党的国家里 这个计则编辑 还有个级别 就级别和物质力 连在一起啊 因为他撒谎是他最大的利器啊 你再看哈网 瘦瘦瘦瘦 刚才讲到了 这个 这是 刚才 刚才那个 还有一题 国 国办印发 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 推动有高质量发展 什么高质量发展 是吧 柳游业他现在是 这个保佑压在柳游业 这个经济太差了 经济低迷 今天美国之间有一题啊 绚烂亚运队对比第一名经济 就现在经济是低迷 但是现在的亚运又是绚烂的 就往脸上贴啊 就像有一些这个 虚娘半老的说 完了还得有什么 往脸上抹 天天抹 画里胡哨的 其实更难看啊 自然最好 抹的难看完了 还掉伤的 还不如不抹 其实人最可贵是人家结束长了以后 内心受到世界善良 真诚 爱 是吧 这个信念这是最大的 已经代表 因为不是太宗斯了 只有那 世事不深的 涉及世界不深的 没有走向人间 人生经验的年轻人 小姑娘小小的在乎这东西啊 打 哭哭啼啼 爱爱的 活的死去 爱的死去活来 太肤浅了 是吧 你真正的说心的话呢 要成熟女性 因为看女人看的不是漂亮 你看和你骄傲 你看你的人格 魅力 是吧 品性 爱 是吧 那种爱是不是那种 红臭的爱 是吧 这才 才动心的 有几个就看你眨个脸吧 也许喜欢你 那您是你误读了 你更不是说人对你一心一好 你就觉得人要跟你有性的 你去人民上想 可能有的人就是想和你做生意 或者有的你这一瞬间唤醒 他们每一个回 特别像他过世的小妹妹 或者怎么样啊 或者或者是初恋的情人 什么东西呢 觉得你对挺感兴趣的 其实人都很複杂的啊 国家也是一样 都不是看表面什么 你就给亚恆秀的好玩 就国家有势力了 你这国家是干什么 你要换发出内在的活力 让人看你有信心 人活的有尊严 有自由 你没有自由 你说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 你就像你对待人家 王庆章这个 要不就是现在 你就放开国门 人家一家三口移民到海外 爬入朝天各种一边 也行 要不你在国内 你就和普通其他人一样 平等对待 他不是 你看他整天整天 这位孩子出版书记 讲的人权怎么好 他也不是要脸整天 全是这样啊 人们看着都业务 所以没有信心 要怎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走线 这个国家成到这个程度 是吧 当然还在那修啊 今天美国之音这些文章写得非常好 中国离共同富裕更远了 不可能共同富裕啊 就是他没钱抢完钱 最后窝里头啊 一直到最后发生全面的动乱 然后他又没有办法去处理 什么他他为什么先留一个 位置给胡春华的 就是政协副主席 你不要以为他是什么 给共情团代一个活路 不是他也留了一手啊 还挺狡猾的 一旦将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或者像六四的事 他处理不了 你看李强能行吗 李强的见老百姓 就十几个老百姓 腿都用钻截了 处理不了 他只好又好找胡说话 来你 以政协副主席的事 去抬一抬 看着利物 就像大连对孙孙兰一样 不就是 新冠来连了 他现口罩戴上袍了 他怕死 孙孙兰去 小组长也不要 克强 你小组长你不愿意干 李克强愿意干吗 李克强肯定不愿意干 你十几个小组长都是你的 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就不要了 怕死了 然后人家知的差不多了 又说就 你竖起来我怎么办 上胳膊补完了 马上 群子指挥 亲自领导开始 是吧 就这套东西 你说给国家整套经验成功 但他最大一个特点是 他冷落了一批小兄弟 有这个小兄弟 自挺他 一定得给他挺下去 到了今天完了 这最好他要下去麻烦了 李克强上来 李克强属于温和的共产党的这个 欺骗派 他也搞一党之政 又好捅这个事了 咱们就赶不上 就他干最好 全别下去 一直整到最后 整出战争来 他就完了 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 我要告诉你 所以今天很多报道都在讲这个事情 包括你看 今天这恒大 未知早些时候出售豪华游艇 价值三千两百万元 这疯狂网 他为人暴露小弟 心里面很狡猾 他把这经济整了一塌糊涂 他把老百姓奔责他 对他有劫 他把这一修处 你看 这虚价一搞的 钱都让他整去了 现在咋把他一抓 大得人心 你看他又玩这个东西 天地搞这个东西 这样虽然他暂时好像缓解了一下 但是整个社会完了 经济上活力没有了 你看民营企业都跑了 人跑都跑了 其实早就跑了 你看民营企业很多都是 都是一国两制的 一般都是他们在这待着 老公在国内 合计是一个人 就像有些官员呀 罗官不就是吗 一个人在国内做事 是当官 钱也多 完了家人少就算一的 你就这么一个政权 你和美国人抗亥了 你和五十年代 我爸爸那时候一样吗 我再讲一遍 如果我爸爸不用说 在美国几千万 我爸爸有一千块钱 那个年代 我爸爸不可能上战场 在美国存 虽啥财产存 美国会美国打仗 对不对 所以西平的政权是不堪一击的 我就跟你讲 他走到今天 你不要看国庆招待会 说什么 林克强没出都没出 都是他的人 他还说了算是好事 那说心里话 这个就是老百姓要付出代价 实际这个社会 中国社会现在是最最有希望的时刻 就什么呢 一定会列别 我跟你讲 走不回去了 他怎么走 你跟我讲 就是一条死路了 对吧 有些人还对他抱有很大的 就是期待 还得像他自己以为能像北韩这样搞个什么多少个年 一代 两代 三代 没那个事 北韩是在搭中共这个盘子里 延伸地面 延伸到今天 要没有 要中共狂 北韩第二天就整变了 北韩身边 金正人身边那些人 你以为的拿小本不都是发生内心的 你看领导出来写字 他心里想 你爸算啥玩 我天天给你 他都跟着你后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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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不亿去的 对吧 他也是心里不服 他没办法 因为中共养的他 你现在你中共和整个美国对抗 你中间的缓动地带没有了 你倒台就纷纷描描 就看你能不能挑起战争 所以美国为什么打台湾那两台 这绝对厉害 我跟你讲 我们回到新华社 新华社今天虚假 现在后边很多 不许多讲 就是关于亚运会的介绍 因为他现在到了统治 到了默契 千层百孔 终于飘摇 所以越是这个时候 又要什么 秀自己 对吧 也就像有个人 这个封竹残命要死 也是 亲人来看是吧 好像硬挺着 没事 我还好着呢 越老的人不越怕别人死 他快死了吗 是不是啊 支撑不住了 你看有些老年人 你参加他都不让 你手一拨都不参 他自己 非要自己推这么车 你表示 证明自己还能活很久 你看那拨一拨 最后一个动作不就是说 出来的时候摇摇火火 有个部员到复党 故意给电视看 我多年说 不长时间就倒下来 这都是规律 一个政党也是 一个国家都是一样 它没可能的就是 你永远是永恒的 我看有的人讲说 中国有可能回到 就忽悟那个时代 再次的经济繁荣 没那个事呢 我就跟你讲 中国有什么 叫习近平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你即使给他这些人都抓了 像1976年 全世界上那样 中国的经济 不可能再像过去 我就跟你讲 整个世界完全变了 我就跟你讲 你为什么美国等 其他公共和国 自由世界 已经认识了共产党 给反动的本质 他就是个反人类的政党 不要帮助他发展经济 他发展经济 有了成果 他就这样老百姓 他怎么可能给老百姓 现在的实惠对不对 所以这个世界已经走回去了 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那么你看下几题 都是具体的报道 商务部 商务部是将推进更多的务实举措 外上稳住外上企业抓定的 能训练宣传 你大关键都变了 刚才讲的 你怎么可能再抓也没有用 只能媒体上你骗骗自己 两部门联合开展 金秋助学活动 你看阳光就业活动 你说一个国家这么多的钱 搞一代又恢复出去 这么多的钱 减免这么多 减免的 给非洲减免九百多亿元钱 竟然没有钱 搞得又上学 你就还要住学 你就想现在搞到什么程度了 天不灭的 我是不相信啊 还有832就是平台发挥什么产销 对接作用 其实就是消费 就是没有钱想搞搞这个黄金 叫黄金周 还是什么名堂 反正是就是多放几天假 让家大家都出去走走旅游消费 这个东西啊 你很难带动 能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什么你这个假意放四眼场呢 人们就回忆去新冠这个期间 走走一走见到朋友 你就回忆这些事情了 有些亲人过世了 人就马上 比较舍得花钱了 人都是这样 平常节省啊 一个一有自己尽情过世 谢谢 哎呀 看明白了 是吧 这个人 人 人死如灯秘密啊 人活着钱是有用的 人死了钱有啥用 你去讲讲 是不是 钱给孩子 孩子要是是个正经孩子也行 要是个不好的孩子 就要吸一瓶这种 惯二代的孩子 顽固子弟 这种二流子 几条财产就会贵过 你看改革开放 到了胡温那个时代 这个 接下来 攒下来的家底 多厚实 你看现在 啥也没有了 是不是啥 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钱也过了 连 首付也抓起来了 你就想想吧 搞到什么成都了 你留钱干嘛 所以人想开了 这个期间 事已长假 据说我不太清楚哪天 放到哪天啊 再说出去留 是 但是这个都会带动经济 就是一世的 对不对 你等假日结束了 你靠什么发展经济 你还得对外开放 现在你还得对外开放 你每天都做这个事 都是和国际社会 相对立的 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是相对的 这人民群众的愿望 正好相反 这人性相反 你又怎么可能要跑吧 对不对 后面这些不去多讲了 等等等等 今天中纪委的网站 刚才我点击看了一下 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唯一的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昨天已经讲到 就何立峰又到德国去了 是吧 那一方面 又想拉拉关系 和欧洲缓了 缓了 对不对 另一方面 说不定是 其实也很担心啊 就陈文青 正法王的身份 对不对 从这么长时间 一旦出什么事 跑了怎么办 是吧 老子 跟上去看一看 这个 前来别出什么事啊 这系列 系列很纠结 一旦陈文青 跑了 就到不 赶不上林彪跑了 这个系列 还够震撼的 是吧 这其实都是两面人的 这种人最容易跑 大家认为 那下一场 再和大家 这个评论更多的消息 好 谢谢